炒股散户赚到钱是真还是假 嘿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顶条视频的小编 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让无数散户朋友心心念念的话题 炒股散户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一说到股市 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割韭菜食炒酒亏 这些让人心里发出的词 确实股市里风险与给予并存 散户朋友们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 缺乏专业知识 心态不稳等原因 成了股市里的弱势群体 但是这并不代表散户就赚不到钱啊 你看2024年元月份就有那么一位高手 在短短9个交易日里通过融券做空赚到了近亿 虽然这样的例子凤毛铃脚 但足以说明股市里是有机会让散户赚到钱的 当然了这样的成功案例咱们听听就好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眼光和胆识 再来说说国庆节后的A股市场 那叫一个牛气冲天 自9.24金融新政出台后 A股经历了连续大涨 不少散户朋友也跟着沾了光 有的新股民甚至一个假期 都在忙着筹钱开户准备大干一场 这波行情里不少散户都赚得盆满钵满 你说这炒股散户赚到钱是不是假的 不过咱们也得看到 股市里赚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很多散户朋友喜欢跟风买入 盲目卖出 结果往往是一买就套一卖就涨 还有的散户喜欢短线操作 频繁交易 结果交易成本一上去 赚到的钱也都给券商打工了 更有甚者把股市当成了赌场 想着一夜暴富 结果却是血本无归 所以小编想说 炒股散户赚到钱是真的 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想在股市里赚钱 首先得有个好心态 别把股市当成赌场 其次得有个好策略 别盲目跟风 频繁交易 最后还得有个好眼光 能识别出真正的投资机会 当然了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这句话可不是白说的 散户朋友们在入市前 一定要先学习好相关知识 了解好市场动态 制定好投资策略 才能在股市里游刃有余 赚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钱